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最新公布的经济议程 该计划旨在缓解通货膨胀 修复住房市场并减少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 然而 经济学家对此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这能有效控制成本和限制企业权利 而也有人批评这可能加剧国家债务并干扰市场运作 距离总统选举不到三个月 这些经济政策能否实现并获得选民支持仍是未知数 哈里斯的计划能否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奏效 与特朗普的计划相比如何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新公布的经济议程 这一议程承诺缓解通货膨胀 修复住房市场并减轻中产阶级家庭的税负 据ABC新闻报道 哈里斯的这一经济计划在经济学家间 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分析 哈里斯的经济议程首先针对的是通货膨胀问题 他在计划中指出大型企业的市场力量 是基本商品价格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对食品和杂货价格欺诈实行联邦禁令 哈里斯竞选团队认为 食品行业的高度整合导致了消费者价格的上涨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研究也显示 尽管价格上升有所缓解 但食品杂货店的利润率在2021年和之后几年显著上升 然而对此观点的经济学家看法不一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文·汉密尔顿认为 过去几年的大部分通胀是由成本上升引起的 而不是企业垄断 他警告称 限制价格上升可能会导致商品短缺 此外 辛辛纳提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迈克尔·琼斯也担心 政府对价格设置上限可能会导致商品在稀缺时期受庆 哈里斯的第二个关键支柱是修复住房市场 近年来高抵押贷款利率和高房价阻碍了许多潜在买家的购房计划 哈里斯提议通过增加住房供给和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补贴来缓解这一问题 他的计划还包括对建造入门级住房和可负担租赁住房的公司提供税收激励 这一提议得到了部分经济学家的赞赏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汉密尔顿指出增加住房供给是解决高房价的关键 然而新兴纳提大学的琼斯却认为购房者补贴可能会削弱通过增加供给所实现的房价下降 他警告称潜在买家知道他们可以获得补贴后可能会提高出价从而推高房价 哈里斯经济议程的第三个支柱是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 他计划恢复2022年到期的每个孩子3600美元的扩展儿童税收抵免 并为有一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提供额外的6000美元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团队表示将通过增加富人的税负来抵消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免 这项提议在经济学家中得到了广泛支持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汉密尔顿表示 只要找到支付这些税收减免的方法 这些政策将极大的帮助需要他的家庭 然而穆迪分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提醒说 如果这些税收减免增加了国家债务 将通过增加整体通胀来削弱消费者的储蓄 我们接下来看看YakuUS对哈里斯计划的进一步分析 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演讲中 首次详细阐述了他的经济计划 试图与他的前任拜登总统进行区分 他的计划几乎是民粹主义的 涉及政府对企业利益的干预以保护消费者 例如他提议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 对那些过度涨价的杂货店处以重罚 并通过使用联邦资金的购买和免除医疗提供者的未偿债务 来解除数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 哈里斯的每一项提议都旨在降低生活成本 无论是食品 药品 住房 还是儿童保育 他强调虽然大多数企业遵守规则并创造就业机会 但政府需要对那些不法企业进行干预 罗斯福研究所总裁菲利西亚王赞扬了哈里斯的政策选择 认为这些选择明确表明民主党致力于支持工薪家庭的议程 在面对前总统特朗普的经济计划时 哈里斯也提出了批评 特朗普的计划包括对所有外国产品征收10%的全面税 并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哈里斯认为这些关税将使得典型的中等收入 美国家庭每年额外支付1700美元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ABC新闻关于美国消费者信心的报道 由于民主党对哈里斯总统前景的乐观情绪 本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上升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月的66.4上升至67.8 尽管美国人对当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价略有下降 但对未来的预期明显上升 调查显示民主党和独立人士的情绪有所上升 而共和党人的情绪则有所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哈里斯的新经济计划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批评 他的计划试图通过政府干预来降低生活成本 增加住房供给并减轻中产阶级家庭的税付 然而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实现其预期目标 仍需时间和实际操作来验证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 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设计 还取决于其在国会中的执行情况 以及是否有相应的收入来源 来支持这些减税和支出计划 这是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节目为您提供了 有关哈里斯经济议程的全面深刻的解析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 带来最新的动态和分析 谢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近日公布了一项全面的经济议程 承诺缓解通货膨胀 修复住房市场 并减少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 对于这一议程 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褒贬不一 部分赞扬其减缓成本上升 和限制企业权力的努力 但也有批评认为 这可能会加剧国家债务问题 哈里斯的经济计划 主要包括抗击通胀 重新调整住房市场和减税家庭 三个关键支柱 首先在抗击通胀方面 哈里斯竞选团队指出 大型企业的市场力量 是基本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 并提议对食品和杂货价格欺诈 实行联邦禁令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限制价格上涨的措施 可能会导致商品短缺 因为企业可能会因价格上限而减少供应 在修复住房市场方面 哈里斯提议通过增加住房供应 和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补贴 来恢复住房的可负担性 经济学家对此表现出了褒贬不一的看法 一方面赞扬增加住房供应的努力 另一方面对购房者补贴 可能推高房价 表示担忧 减税家庭是哈里斯经济议程的 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他提议恢复每个孩子 3600美元的扩展儿童税收抵免 并为有一岁以下孩子的家庭 提供额外的6000美元儿童税收抵免 这些措施得到了广泛支持 但经济学家强调 需要增加收入的措施来抵消税收减免 以避免增加国家债务 哈里斯的这些提议 与拜登政府的政策存在一定区别 并试图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强 对工薪家庭的支持 例如 哈里斯希望将目前仅适用于 医疗保险受益人的胰岛素成本 和年度自付处方要费用的上限 扩展到所有美国人 并呼吁在未来四年内 建造300万个住房单位 而拜登仅呼吁建造200万个单位 相比之下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 主要集中在保护主义关税上 这可能会使典型的中等收入 美国家庭每年额外支付1700美元 哈里斯批评特朗普的计划 会导致日常产品和基本必需品价格上涨 进一步加重美国人的生活压力 根据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 77%的美国人同意 应该更多的打击不公平 和非法提高消费者价格的企业 这表明哈里斯的经济议程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然而实施这些措施 仍然面临国会的挑战 哈里斯需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获得大幅度的民主党优势 才能顺利推行这些政策 总体而言 哈里斯的经济计划 旨在通过政府对企业利益的干预 来保护消费者 并增加对工薪家庭的支持 但其有效性和可行性仍有待观察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